哈囉大家好,我是潤潤 今天要去東北角潛水 要去82.8到83 就是從中午開始吧,一路潛到晚上 不知道今天的水呢,是不是一樣會震盪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哈囉,在途街面裡還有安妮 這場來還蠻舒服的 防備好像非常側面,然後直接躺在古道邊 太熱了 我們這次潛的地方位在東北角82.5至83.5公里海岸線 潛點以東北角海岸公路標直命名 我們都稱為巴西列潛點 巴西列潛點是著名的微距天堂 由海庫與純若封號 生態非常的好,但停車位非常少,需要用搶的 順帶一提,巴西列潛點不好上下岸 背著縱裝走過起居不平的岩石 才能下到海裡 建議各位來此潛點需要儲備體力、意志力 下水後看到這麼棒的生態 就會覺得這點辛苦似乎也不算什麼 追憶潛會在82.5公里的子母岩潛點 潛季約在每年5至9月能見賭獨班不佳 建議被帶手電筒 一同來欣賞東北角的海底世界吧 B requests從… 不少追憶 盡滿居的 過地 rebirth 變成3 Everyday 第二潛會在82.8公里處 魚的種類與數量很茂盛 其他生物也很多 尤其在深處有許多漂亮的軟珊瑚 其他生物也有許多 第三潛會在83公里處 時間來到下午5點天色漸漸暗下來 海裡的能見度變成成年的味噌湯了 在水深15至20米處有許多洞穴 用手電筒照眼筆可看見不少夜行星魚類躲在裡面 此初的玩法可由北安下水另一端上岸 不過上岸後得被重裝走80至100公尺回到停車處 停車位置與下水點的落差很大 被重裝上下岸時要注意安全 適合圈 晚上七點也是最後一潛 下巴3.5公里處 下潛馬上就遇到卵絲來迎接我們 我蠻喜歡在東北角夜潛 盛太豐富是最大賣點 當夜晚來臨時 就是水中生物活動換班的時候啦 白天常見的生物 會躲回牠們的巢穴中休息 取而代之的是 關於在夜間活動的生物 會開始出沒 夜前最吸引人的就是 可以見到與白天不同的生物 超有趣的啦 東北角除了能見度較差 及这次巴西列前点南上沙岸外 这里的缤纷生态特殊的地形景观 一定要亲自下海体验海底世界令人惊艳的感动 走,带着愉快的心情 探索东北角季节限定的海洋之美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